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熟知的那些大型的博物馆之外 北京还有非常多大大小小别具特色的 可能稍微比较小众的一些博物馆 有的甚至还隐藏在胡同里 所以今天小兴就想带大家一起去逛一逛 那么前面马上就要到了咱们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 走吧 石家胡同博物馆是北京首家胡同主题的博物馆 是民国三大才女之一林书华的故居 在这里有130个院落微缩复原 展现胡同文化风貌 还有两间房屋 专门依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的北京家庭布置 在这个胡同博物馆里面还隐藏着一个小小的声音博物馆 而且有好多种这个叫卖声还有小贩的声音可以选择 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个叫卖声以后 有没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 北京的胡同呢数量众多 为什么单单石家胡同这么著名呢 因为这里不仅是建筑规整历史悠久 而且这里名人辈出 曾经是一个名人聚居的地方 在这里居住过的名人包括军政界的爱国将领副作义 周体人范汉杰 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 还有著名的学者张世昭 一条胡同里曾经住过这么多的社会名人 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也不愧于这里有一条胡同半个中国的称号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目的地 北京自然博物馆 你进来这里就被小朋友们包围了 可以看到这里的展馆非常的丰富 不仅有这个我不非常期待的恐龙公园 还有古爬行动路展示 据说这里的标本都是真的 朋友们我真的是一进来就被震撼到了 一进门就看到了非常多的 我国各地挖掘出来的这个恐龙化石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个是 这个场内应该是最大的一个 他的尾巴在这儿 他的头在那儿 事上惊喜人士这里专门准备了一些小朋友的真实的标本 可以让小朋友们去轻轻地触摸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机会 能够摸到这个老虎和胖子的头 我们刚刚接触完大自然 接下来呢我还想带大家去 举会一下艺术的美好 所以下一站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跟我走吧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坐落在明成族永乐皇帝赤剑的真爵四仪之内 最为核心的石刻建筑就是位于寺内中轴线上的这座金刚宝座塔 金刚宝座塔建于明代成化年间 是一座印度风格的五座宝塔 其形制在北京地区十分罕见 塔身共雕有佛像1561尊 造型细腻生动 因此有千佛之塔之称 以金刚宝座塔为中心 四周按照石刻学分位 展示了2600余件石刻文物 包括木杰、木质和石雕等 我觉得如果来到这个博物馆的话 这个碑是一个必须打卡的地方 其实这个是乾隆的亲笔题字 并且被称作是乾隆的初心碑 其实这个石碑最初是立于清代最高科举考试的贡院之内 目的就是宣传乾隆皇帝的仁德 鼓励天下学子 上面写到 寄予之功唐里克末教兵剑赴初心 这也是初心二字的由来 现在天马上就要黑了 并且已经开始下雨了 我们今天一天的行程也要结束了 其实了解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就是去了解它的博物馆 非常推荐大家能够自己去探索和挖掘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